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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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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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第三招 人殿的离魂术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吗 余山老儿 邪魔歪道 你以为我怕你吗 啊 vardı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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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怎么 小燕哥哥 眼睛怎么了 我用斗气 逼得眼睛出现 这怎么逼团了 那个老乌龟 轩儿 你帮我护法 我要了杀 醒了 醒了 你知不知道 修炼这一层坟爵 讲究的是大破大利 全身经脉都必须碎裂 这样说来 云山老头倒是帮了你大路 这个罪受得值啊 来吧 你你不得了 我 我 你不得了 啊 小心拿好 谢谢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么受欢迎啊 就是啊 好好好 这家可好了 看看 排这么多人 可不是啊 老爷 颜潇先生回来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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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迎接 小老爷 小姐 回来了 辛苦你们了 应该的 来 赶快把货献了 待会儿加业 大家好好庆祝庆祝 好 萧家终于办到好日子了 前辈 前辈回来了 你们辛苦了 什么意思 你管他叫前辈 在我们宫会里 是按炼药师的品级排备份的 颜潇前辈是三品炼药师 我们自然得喊他前辈了 待会儿萧家的家业 还请宫会的兄弟们赏光啊 谨遵前辈之命 这个家列币呀 前几天居然跑到萧家的药铺是又吵又闹 还开口十倍价格 要请令药师去他的药铺给充门面 让我们一句话给顶回去了 您快说说 我告诉他 宫会上下 为萧家马首是瞻 一个土财主 就让他走远些吧 来 虎尼大师 之前我们萧家 也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何必帮助嘉烈家 断了我们萧家的药材供应 这个事大大的错了 来 咱们喝一杯 把过去不愉快的事 都给他忘了吧 古尼大师 我也是萧家的长老 难道不配敬你一杯吗 我是药材行会的代表 之前你们萧家频频出事 所以才停止供货 现在也只是靠 严肖先生的保护 这一次才平安无事 但是你们能保证每一次都平安无事吗 这次收拾了拥兵团 废了云兰宗三剑客的斗技 还不够吗 家列家还请了什么厉害决策 我听药铺的伙计说 这次严肖先生也是身受重伤 勉强在人家手底下走了三招 用命才把车队保护下来 有这事吗 说实话 我是不太相信哪 是吗 是 我和云山走了三招 受了点轻伤 难道云山宗主也参与了 那倒不是 我废了那三个云兰宗剑客的斗技 只是运气不好 打狗碰上了主人 在云山手下走三招才受轻伤 了不得呀 年纪轻轻 却有这样的实力 真是惊世骇俗啊 放眼斗技大陆 何人能做到 那真是厚生可畏 厚生可畏啊 来来来 来来来 大家看一杯 看一杯 只是这家猎家 请得起狼头佣兵团 但是绝对请不起云安宗 究竟是谁在背后与萧家作对 我还没有查出来 萧老爷 请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严肖先生倒也光明磊落 来 我敬你一杯 我敬你一杯 还有两天 背后与萧家作对的人 好日子就到头了 这酒 古大师就留着自己喝吧 我明天再去一趟狼头佣兵团 那兄弟俩 应该对我还有所保留 你知道那些长老他们今天都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了呀 他们要为你再开一次斗技阁 把 所有的斗技功法 全拿出来 全向你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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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斗技阁里呀 有一些一直封存的高阶斗技 百年了 我萧家 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有天赋的人 能够修炼他们 长老们 巴不得你全练了 高阶斗技虽好 但我怕探头脚不烂 这样吧 等我把这次的事情办完 您帮我挑一件 这些老家伙们同意把他们给你 明天就赶紧安排吧 别啊 爹 当务之急 还是重振萧家的身威 敢向萧家伸手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不可以放过 萧家的声誉对你 还重要吗 当然 萧家是五大家族之一 咱不可以让人小觑 在你回来之前啊 我没想过会这样 我只想跟你商量商量 如果形势真的不行了 萧家不如把药铺关了 过太平日子 姐 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呢 现如今大争之事 咱们萧家更应该急留永静 更何况 咱们就算关了门 也过不了太平日子 那些幕后黑手 今日敢杀火器 明日就敢杀到咱家里了 现在儿子回来了 就要把这些事 全给萧家摆平了 等你从嘉南学院毕业了 你呀 也要考虑考虑你的终身大事 你 说你呢 说你呢 不是 我没想过这事 我看这勋儿啊 处处护着你 我们和谷家又是世代交好 他和你从小一起长大 如果你同意呢 我就抽空去趟龙岛 和他爹 鼓缘商量一下你们的婚事 这婚事一定下来 我就没什么可牵挂的喽 不是 你听我说的吗 不是 爹 我真没想过这事 那就从现在开始想 这 薛妍是我妹妹 我是她哥哥 这是 你这么想 那薛妍也这么想吗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想 不是 爹 您就别操心了 我 我们怎么可能 是这样 薛妍是不是在学校 交了什么朋友 你可得告诉我 她也是我的女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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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呀我 她要是交了什么朋友 我不反对 她的婚事想自己做主 爹也支持 但爹总得知道 她朋友的身家和来历吧 她究竟和谁关系最好啊 不是 她跟很多人关系都很好啊 不是 爹 您就别管我们了 您看您喝那么多酒 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得告诉我 她到底跟谁关系最好 我 跟我 跟 好 韩咸啊 关系都很好 行了 爹 我也喝得不咸了 您赶紧睡吧 我 我先回去了 你 韩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二弟 老大 老大 那人来了 谁来了 杀人不过头点滴 我哥俩都成这样了 你还不敢放我吗 我要杀你们 你们早死了 二弟 你给他吃了什么 这是新允阁的断魂絮身伞 吃了这个以后 他的断魂就能絮身 二弟 二弟 我知道 你们袭击萧家伤队是受人雇佣的 你告诉我 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害没有斗气的伙计 你们只要如实告诉我 我就放你们一马 男人钱财 体人消灾 这是最起码的世间道义 世间道义 你们杀害没有斗气的伙计 就有世间道义吗 好 其实 我们也是被逼的 我所有兄弟的家眷 都在他们手上 他们是谁 好疼 疼 疼 二弟 二弟 兄弟 你放开我二弟 你放了他 你有什么气 冲我来 我求你了 我给那猪猪做马都行 我求你了 二弟 我已经用斗气帮你弟 把那个丹药炼化了 七日之内 他的断骨就能蓄上 斗气的话 应该能够恢复司成 是墨家 墨家 又是墨家 墨家势力侍奉庞大 他们聚首在荒漠之中 是斗气大陆 第一富有家族 机关暗道 武器也炼 天下地义 他们挟持了我们拥兵团 所有弟兄的家眷 让我们袭击肖家伤队 我不敢不依啊 听说有些人 这也是他们出面 请来云蓝宗三位剑客 以后若是让我听到 郎头佣兵团 还在继续作恶 我定来灭了你 老自为之吧 参见女王 臭小子 喊我出来干什么 我想灭掉墨家 他们不是你们的老对头吗 所以找你伤了一下 等我九转宫城 吞了青莲地心火 他们谁也跑不了 又不找你出手 是 女王大人神功盖世 天下无敌 这个我自然知道 只是这墨家的手 已经伸到了我肖家 我不能不出手 就凭你吗 我神仁国亲一国之力 都斗不过墨家 你以为你是斗弟呀 这个不敢当 只是这天底下的事情 等到用刀剑解决 那就已经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这 我有一个主意 把它打到墨家内部去 需要你们配合 是呀 甫壹城虾家 萧衍 要见墨城 让他给我滚出来 你来了 告诉我 为什么要和萧家作对 你们的背后主使 又是谁 哪来的毛小子 也敢来我墨家送死 你 你 你怎么会有 还记得我吗 我们在蛇人国见过 我想起来 青莲地心火 就是被你给偷走的 哪渡沙呢 自然也在我这里 那你认为 我还能让你走吗 我之前来了 就没想要走 我这次来是跟你交易的 我用青莲地心火 和美杜莎 换刚才那两个问题的答案 如何 你喜欢的东西 对我可是一点用的没有 至于这美杜莎女王 戴在身上 更是一个雷尘 你要是想要 给你便是 那青莲地心火呢 真舍得 你换 还是不换 跟我来 说吧 臭小姐 你到底打了什么估计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我是来找你交易的 只要你告诉我 你们对付萧家的真正目的 和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我就把青莲地心火 和美杜莎女王 交给你 那你得先把艺火和美杜莎交出来 否则 你休想离开这里 你可想清楚了 这要是动起手了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的艺火 和女王了 臭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就算我说了 你对付得了吗 你只需要告诉我他们是谁 至于能不能对付 那是我的事情 不行 我还是不能说 那些人我末就可得罪不起 既然如此 倒还真是有另一个法子 你去告诉他们 就说你抓到了萧家的萧爷 他们自然会来找你要罗 其他的 你就可以不用管了 此话当真 我们萧家人做生意 一向信守沉默 一诺千千 义皇 青莲帝先火火 我可以给你 每度杀你王 我也可以先给你 到时候你只需要按照约定 把我交给那群人就行了 好 我信 这是我们莫家的如意寇 从进门到这儿 不如都是 如果你刚才说错了一句话 你已经死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真正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莫道当家的 青莲帝先火已经给了你 这美渡沙女王也在你的手上 我呢 还中了你这个莫家的如意寇 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 我也翻不出什么了 你啊 就放心地把我交给他们吧 算你聪明 这如意寇 就算你是窦皇也争不开的 我感觉 我不能迟 愿意 又 thern 又可以 也不然 有些索尼 我这就是 好的 不爹 我们 您 你为什么也带着链子 你的眼睛 可是那碧眼三花筒 竟然真的是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在这里 蛇人族还有多少妇女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蛇人的眼睛 是蛇人的眼睛 是蛇人的眼睛 送给你 带上这里 是蛇人的眼睛 是蛇人的眼睛 芹 拿到青莲帝心火 当家的神功炼成 莫家以后 就是斗七大陆第一家族了 教踏云兰宗 灭掉星远阁 甘安 听说这个姓萧的 还是萧家族长萧战的长子 这些顽固子殿 没脑子到这种程度 也该是败亡了 不过 这是我们的好机会 那你倒说说 这是我们什么好机会 五大家族衰落 魂殿入主斗骑大陆 咱们莫家就可以从边陲之地 走到大陆中央了 魂殿不会久居在这儿的 所以这是咱们趁势而起的 好机会 恭贺大当家的 恭贺大当家的 二当家回来了 当家的 起来 怎么说 大人已经答应了 明早尽快派人赶来 你怎么对他讲的 我按照当家的意思 已经告诉了他 我们经过苦战 击垮了萧家 活捉了萧炎 可是 我们莫家却损失惨重 马上就要成为 斗气大陆的公敌了 还请他范先生 多多照顾 好 好 来 干 干 谁 谁 你在莫家做奴才 都忘记自己是哪族人了 将军 嘘 是 见过蛇王了 蛇王 现在蛇族执掌权力的 是蛇王陛下 正灌在莫家的监狱里 是蛇王陛下 没人 是蛇王 是蛇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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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是蛇王的 是蛇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麟 吓了你 还不快滚出去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早知道 这么容易就到手 我墨家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说吧 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啊 当家的 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 奇怪 奇怪什么 萧炎这个人 据说是萧家后备当中的佼佼者 他怎么肯乖乖地交出蛇王和一伙呢 只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就算他查清了 他怎么和魂殿抗衡呢 他会这么傻吗 是啊 可那是他自己的事啊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这清廉地心火 你看对吗 对 美杜莎呢 也对 那就算这臭小子有通天彻地的本领 他能从我们的地牢里逃出去 不能 明天一早 魂殿使者就会将萧炎带走 那是他自己要见的 怪不得我 至于他是生是死了 我有什么可操心的 萧家已经没落了 你多虑啊 当家的 我们虽然为魂殿所用 帮他试探萧家 可是这清廉地心火和美杜莎 毕竟是人人所羡慕的东西 假如让那位大人知道 我们从萧炎身上 拿走了这些宝物 那他会不会反手 把我们给灭了 狡兔死 走狗烹啊 这个我考虑过 等我吞了这一火 炼化了美杜莎吞了他的磨叮 恐怕魂殿的那几位 也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明日起我会去闭关几日 家里的事就全交给你了 明日起我会去闭关 明日起我会去闭关 清临 主人 准备一下 明日我要闭关 闭关啊 需要几日啊 什么时候炼城 什么时候出关 来 来 过来过来 看看 这是什么 看出来了 是 是女王陛下 这七彩吞天马 是上宫一生 等级在所有魔兽之上 他体内的魔晶非同小可 只可惜啊 明日就要被我所想过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活下来了 主人恩仲无杀 主人要我的眼睛 嗯 是 你的碧眼三花童世间罕见 你要感谢你娘 要不是你娘给了你这双眼睛 你走死的时候扔过那对烂衣 主人恩仲如山 主人恩仲如山 明天我练功的时候 需要你的眼睛练药